杨克用双手推了推天鹅的巨巢 就像是推一棵一米多粗的巨树一般 纹丝不动 它虽然长在水里 但它的根却像古龙树一样 盘根错节 深深的扎进湖底 大巢的结构是杨克从未见过的 杨克细心揣摩 终于大致弄清了天鹅是怎样建造这个窝的 一对天鹅先挑选一圈尾杆最粗最韧的尾从 然后以这组尾杆作为大巢的钢筋支柱 再在尾从下 用尾杆像编草框一样的穿插编织 一层一层的编上去 杨克估计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对天鹅先密密的编了一层 然后两只天鹅就站上去 用它们的体重将潮击压到水下 接着再编再压 直到编织层露出水面 杨克用铁纤试的是水的深度 水深约一米半 那么如果加上水面上面两米多高的主体部分 这个大巢竟然将近四米高 这也许算是非秦王国中的特级工程了 成熟的尾杆像竹子一样 具有油性韧性 还耐腐蚀 杨克曾在秋季操场掏过一口七八年的旧井 他发现垫在井底周围防沙用的尾把 竟然没有完全腐烂 杨克用铁纤捅了捅水下的潮击 果然庞大而且坚硬 当窝巢露出水面之后 天鹅情侣便一层一层往上编织水上建筑的主体了 杨克发现 这个粗大的巢柱 编织得纵横交错 而且又紧又密 宛如一个巨大的石心箩筐 巢的基柱 达到离尾梢还有一尺距离的高度便收住了 而充当钢筋立柱的尾杆 已被挤到大巢的四周 向巢的护栏 与周围的尾梢连成一片 杨克扣住巢柱 又用马鞭在巢底上提出可以灯塔的缝隙 然后小心地攀上两尺 他终于看清了天鹅王后的产房 窝底呈浅碟状 而不是普通鸟窝那样的深碗状 里面铺着一层细尾叶 散落着羽毛和羽绒 柔软舒适 杨克落到法子上 仰头久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鹅王朝 聪明勤劳的天鹅情侣 竟然如此深暗建筑力学和美学 蒙古草原是珍奇动物的天堂 也是强者和智者的王国 深藏着许许多多农耕民族所欣赏不到的奇珍异宝 杨克接着又发现了天鹅潮更多的优点 他耸立在卢尾丛的上端 通风凉爽干燥 视野开阔 可以享受周围卢尾闷烧青沙照的掩护 又远离尾下陈尾枯一的复仇 到了盛夏 还可以躲避尾丛里 蚊群的叮咬 以及水蛇的偷袭 如果小天鹅破壳出事 他一睁开眼 就可以看到蓝天和白云 当秋凉之后 天鹅南飞之前 他又将隐没在蓬松如雪的卢花丛中 大小天鹅飞得再远 他们还能忘记自己如此美丽浪漫的故乡吗 微风吹拂 蛮糊的卢尾随风轻摇 成千上万的尾梢弯腰低头 但是天鹅巨巢 窥然不动 像帝王宝座在接受亿万臣民的摩拜 高傲的天鹅 想必是世上飞得最高的大鸟 但杨克仍是没有想到 在没有一棵大树的草原 高傲的天鹅依然高傲 它远比凭借山峰高度 来增加自己鸟巢高度的草原雄鹰 还要高傲得多 杨克见过十几个草原鹰在山顶上的窝巢 彻底打破了他以往对于鹰巢的神秘惊养之心 那哪里是个窝呀 只是一滩枯枝加几块破羊皮 粗糙简陋的简直像乞丐的街头地铺 高傲的大天鹅 从天空到地面 永远圣洁美丽 如果世上没有大天鹅 还会有人间舞台上的天鹅湖吗 还会有乌兰诺娃吗 还会有柴寇斯基的天鹅乐曲吗 人们的美好愿望还会被带上天空吗 杨克仰望天鹅王座 睁大眼睛放大瞳孔 深深的印记着王朝的每一个细节 他真想将来在国家大剧院的门前广场上 塑造一个高耸的鸟王巨巢 作为热爱天鹅和天鹅湖的人们的图腾柱 那是天鹅图腾柱的顶端 是那对神圣高洁穿云展翅的天鹅情侣 它们也将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爱与美的图腾 永存于世 湖中的风渐渐变冷 芦苇的绿色也慢慢变深 杨克双手捧托着那两枚天鹅蛋 贴在胸口 想再给它们传去一点人的体温 世上的癞蛤蟆越来越多 舞台上红色娘子军的大片刀赶走了天鹅公主们 但是 这世界上仍然有爱你 崇拜你的人 杨克小心地攀住朝住 用一只手虔诚地将一只天鹅蛋举过头顶 轻轻地放回窝巢 又从怀里掏出了另一枚 再放进去 杨克落到法子上的时候 长长地说了一口气 他相信 那高大的图腾柱上的两枚天鹅蛋 会像两枚硕大的宝石 在尾浪之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直上云天 召唤高空飞翔的天鹅女王 天空上 终于出现了一个白点 高高盘旋 杨克急忙解开绳索 称发轻轻退向河岛 他将被法子压倒的颅尾一一扶起 并用铁心 拨开水面上漂浮的尾干尾叶 他希望这片被人砍倒的尾地 重新长出新尾 好像已经被暴露的天鹅巨巢 重新掩引 杨克华丽尾向前 看到一只天鹅 正在急切地盘旋下降 当它靠岸的时候 天空已看不到那只大天鹅了 杨克走回到工地火房 尔顺说 他叔叔已经骑马到第三木叶族 买病牛去了 火房外的空地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土灶 土灶上有一口锯锅 地面上摊着一大堆湿漉漉的天鹅羽毛 大锅卯着热气 锅里竟是被剁成拳头大小的天鹅肉块 杨克看到那只天鹅头 正在滚水中翻腾哭泣 而大锅旁边一个汉人装俗的年轻女人 正在往锅里大把地撒着花椒大料 葱段姜块 还对准那个高贵的天鹅头 浇了半瓶子廉价酱油 杨克一阵头晕目眩 一下子瘫坐在牛车上 年轻女人对二舜说 快 快去服务北京学生 让他进屋歇歇 不得话 给他炖了鹅汤 补补身子 杨克一甩手 扒了开二舜 气得差点把铁锅踹翻 他实在忍受不了国中冒出的气味 但是他不敢踹锅 也不敢发火 人家是贫下中农 而他却是上山下乡来接受再教育的狗崽子 他只能按下决心 一定要找机会 毁掉那只法子 浑身挥疆臭汉的民工 陆陆续续收工了 他们闻到了肉香 跑了过来 流着口水 围着打锅 又唱又笑 泪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泪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吃着天鹅肉 还是泪蛤蟆吗 那是啥呀 土黄烧呗 一个无短身材瞪着两只蛤蟆眼的人 趁乱捏了一把烧火女人的屁股 大声浪吓道 谁说泪蛤蟆吃不着天鹅肉啊 一会儿就吃肉 话音未落 他便挨了一烧火棍 重林工见肉还没有熟 便脱光了膀子 轮着脏毛巾冲向湖边 有几个人上了法子 向湖中滑 几个水性好的早已拖得赤条条的跳进水里 向湖中心有狗跑 啪通 啪通 一时 啄浪四肩 那真是 如同在天鹅湖舞台上 冲进一群花里呼哨 扭畅着二人转的红脸蛋 刚刚静下来的湖面 又惊起大圈水鸟 哀鸿遍野 杨克不明白 同是蒙族 农区来的这些人 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忘记了蒙古民族所敬拜的水神 在北京知青尚未到达公舍牧场 路过蒙首府的时候 一些来看望知青的蒙汉族干部 私下里对杨克他们说 打草原 要尊重草原牧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其中提到蒙古草原缺水 蒙古民族特别静水神 不敢在河湖里洗衣服 更不敢洗澡 历史上 早期的蒙古民族 因为伊斯兰民族喜欢在河湖里洗澡 亵渎了蒙古人的水神 就跟伊斯兰民族打得血流成河 他们希望知青到了草原以后 千万不要到河里泡子里去游泳 两年多了 喜欢游泳的北京知青都忍住了爱好 但是 没想到这些农虚来的蒙族民工 却如此放肆的破坏了草原规矩 杨克忍无可忍地站起身 打算回蒙古包 去通城镇商量对策 刚走几步 他突然发现土房的墙根下摆着五六个巨大的干镜 杨克的心中又是一惊 想起了仙女般的天鹅少咬 便急忙跑到土房跟前仔细查看 他从未见过勺咬快根 这些快根大如羊头 又像是咯咯答答的巨大红薯 花枝全被剪掉了 只剩下刚刚冒出的几只淡红色的嫩眼 有几个最大的快径被放在大号的铁皮水桶里 一只桶只能放下一个 桶里装了大半桶尸刷 像是为了保活 杨克急忙问阿尔顺 这些是不是勺咬根 从哪挖来的 阿尔顺说 是白勺咬 反正是长在山里的 在哪挖的不能告你 前几天还拉走了多半车呢 全卖这城里的中央铺了 杨克没有想到 包顺棍原先挖走的那半车 勺咬根 只是一小部分 民工队一进来 这一片草场的天鹅勺咬花 就被彻底的掘地三尺 斩草除根了 这些 连自己家乡都不爱惜的人 到了异地他乡 就更加肆无忌惨的 开始掠夺抢劫了 杨克回到了家 给陈振和高建中讲了他一天的所见所闻 陈振也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了 他缓了缓身才说 你讲的 这好是几千年东亚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关系的缩影 游牧民变为农耕民 然后再掉头杀回草原 傻得两败俱伤 杨克不解的问 那为什么非得两败俱伤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游牧归游牧 农耕管农耕 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陈振冷冷的说 地球就这么大 谁都想过好日子 人类历史在本质上 就是争夺和捍卫生存空间的历史 华夏的小农 一生一世 只管低头照着眼皮子底下的一块小农田 眼界狭窄 看不来那么远 你说 咱们要是不来草原 不也还在那鼠目寸光 自以为是呢 门外 穿了三条大狗的疯狂吼叫 杨克说 准时老王头来换马了 凶狠的二郎 把老王头咬得下不了马 吓得大喊杨克 杨克急忙出门 喝住了狗 让老王头进包 然后卸去马鞍 马背狠狠的骑了半天 全身大汗淋漓 马鞍砖下完全湿透了 冒着热腾腾的汗气 杨克气得 猛的一拉门进了包 老王头浑身酒气蒜味 嘴巴油光光的 脸声说天鹅肉好吃好吃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杨克只好忍住这口气 还得给他拿羊油 老王头抱着半罐羊油 高高兴兴的走了 杨克一想到早晨 还在自由飞翔的那只熊天鹅 此刻竟在老王头的肚子里 和臭大蒜搅拌在一起 心疼得只想哭 三个人弄了半天 没说一句话 为什么不把老王头 摁在地下臭揍一顿呢 为什么不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呢 但是他们知道 对这帮人多事动的盲流痞子 打不敢打 讲道理又是对牛弹琴 真想治他们 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毒攻毒 陈镇和高建中都赞成 破坏老王头的法子 而且要毁得他们无力再造 一定要确保小天鹅出世长大飞走 杨克伤心的说 我看明年春天 天鹅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队里通知当晚全队政治学习 传达最高最新指示 规定不准请假 这是他们错过了 破坏法子的唯一一次机会 在俄伦草原 杀吃天鹅 是包顺棍开的头 但是那次是在打狼队的帐篷里 那锅天鹅肉 没放葱姜蒜和花椒大料酱油 只是一锅清水加盐的天鹅手巴肉 当时所有猎手和杨克谁都没有动一筷子 包顺棍独饮闷酒 也没有吃出皇帝燕的感觉和心情来 他甚至说天鹅肉跟他家用玉米干水 喂出来的家鹅的味道差不多 包顺棍这回及时赶到了工地火房 这锅天鹅肉是在汉室大造里 家放汉人的各式佐料 大火小火精心闷之出来的 再加上几十个人花酒菜圈轮番捧肠 包顺棍确实吃出了土皇帝土王爷的感觉和心情来了 可惜肉少 蛤蟆多 包顺棍和老王头各自毒食了一盆肉 而其他的伙计则没有分到几块 天鹅宴一散 包顺棍油嘴光光的去主食争承学习 可重伙计们却闹开了锅 他们的蝉虫全被勾勒出来 于是决定仇人在第二天天不亮 就再批缩衣 再带弓箭 再进尾箱 为了保险 他们还借来包顺棍的半自动步枪 准备用枪打天鹅 要是打不着天鹅 就打大燕野鸭 怎么着 也得让大伙儿吃个痛快 再进尾箱